爱多美的领袖以及亲爱的爱家人伙伴 大家早上好 我是林爱飞来自于三重摆造 然后我非常的开心 因为今天站在这一个舞台 跟各位分享爱多美的事业 纯属于我意外的人生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今天会在这里跟 会继续经营这个直销的事业 我在我的团队有一个非常棒的 称号叫做百万讲师 为什么会叫百万讲师呢 其实呢是叫做负债百万 过去我经营一家所谓 第一名的直销公司 我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努力经营了十年 学了十八班的舞艺 样样精确 从美容到营养到事业 非常的厉害 但是我没有赚到钱 我负债了三百万 从此退出江湖 然后呢 回到了传统行业 经营了童装店 然后用了两年的时间 认真的把负债终于还完了 所以这样的我 各位觉得会在经营直销吗 不可能的对不对 然后呢各位都知道 现在景气非常的不好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呢就在去年的时候呢 把我的传统的行业又转战了什么 那个团购的市场 那转战团购市场的时候 我的推荐人就告诉我爱多美 那经营爱多美 其实呢 我也不会想要经营 那他告诉我爱多美的时候 我是纯属于捧场的心态 跟他加入爱多美的 大家都知道 加入爱多美只要五十块 不用团货 然后免年费 基于这样非常低的门槛 所以我加入了 那加入之后 我也不想要经营 那但是不想经营的情况下 为什么我站在这里 各位想知道吗 因为海苔 为什么 因为很多年以前 有人送我海苔 我觉得它很好吃 所以我因为海苔加入了爱多美 所以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 请你赶快去买海苔吃好不好 因为吃了海苔之后 你会爱上它 那大家都知道海苔 我们爱 我们爱多美是不能赚价差 对不对 可是我是生意人 我跟我的推荐人说 你不要告诉我不能赚价差 我一定要赚二十块 我的推荐人告诉我说 随便你啦 所以我就赚了二十块 那那时候我团了好几箱海苔 于是我就吃了免费的海苔 那呢 他就告诉我说 然后那就跟我说 约了我加拿大回来的上线 然后跟我聊了很多一席话 我都没有听进去 最后他告诉我说 你的海苔有五万点的分数 我听得非常的惊讶 基于呢 生意人的什么 心态 我告诉他 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讲 你就告诉我制度 听完制度 我非常的惊讶 我非常的疯狂 因为在我过去的直销经验里 我觉得这个制度实在是太好了 无懈可及 我觉得我要认真经营 可是我老公跟我说 你不准做直销 然后呢 他跟我吵架 于是我偷偷的经营 我不敢告诉他我在经营 但是呢 我在第一次碰奖金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偷偷的操作 他就斜眼看我 然后我第一次碰奖金 我印象深刻是在十一月二十号 我就默默的跟他说 老公我碰奖金了 他就这样 然后呢 因为我是做团购的 我就发文 不知道到底是爱多美 大家都认识 还是产品很好 我也不懂 但是大家就一直买 然后我第二次碰奖金的时候 是十一月二十七号 然后又碰了第二次奖金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爱多美可以做 于是我就觉得说 我就有信心了 一路到现在八个月 爱都有碰奖金 我就觉得说爱多美 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业 我在今年的六月份 我就把我的团购事业收起来 全力以赴的经营爱多美 给我一个热烈的掌声 我今天就在这里跟各位分享 我想要跟第一次来这里 听爱多美事业的伙伴 我想各位分享的是 过去我在经营传统行业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的忙 我忙到没有办法去陪伴我的小孩 我一天到晚都在忙 生意忙的时候忙死 没有生意的时候烦死 然后被员工气死 遇到那个客人来的时候 又觉得傲死 但是今天我觉得爱多美 是一个非常棒的事业 是一个网路的事业 我们拿着手机就可以做生意 我们的手机就是我们的收银机 那呢我觉得赛爱多美的事业里 我觉得我每天呢 都会当什么 清水水 香糖水 来替油三万水 担担心水 各位如果你已经有 自动行备那个销售大师的 你一定对我这句话 非常的有感触 对不对 最后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给第一次来的朋友 我想跟第一次来的朋友 分享一段话 我真的深深的感觉 人生有三回 遇到良师不学会后悔 遇到良友不交会后悔 遇到良机不握会后悔 因为机会像小偷 来的时候无声无喜 走的时候损失惨重 爱多美绝对会是你人生最棒的机会 请第一次来的朋友 你一定要请教带你来的朋友 好好把握人生最棒的最后一次机会吧 谢谢 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